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重新进行贸易谈判 为此 美国甚至还退出了快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然而 这个协议并没有因为美国的退群而夭折 而是在日本的努力下 签订了一份没有美国的TPP 如今 美国意识到这份协议不利于它的出口 所以抓紧找日本进行谈判 不过 日本否定了美国的计划 据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 在当地时间27日 出席众议院听证会时表示 打算在3月份 与日本召开美日性贸易谈判的首次会议 因为随着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全面 进步快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PPP 生效 美国对日文的出口明显受阻 不过 举行会议 目前只是美国一厢情愿的想法 日本方面是拒绝就这个问题跟美国谈判 因为日本很难从美国那儿聊到好处 CPPPPP生效后 美国才开始感到焦急 因为成员国出口至日本的牛肉大幅增加 由于成员国有税收方面的优势 这样一来美国的牛肉就处于被挤压的状态 很难跟其他成员国的商品竞争 这对美国农库的影响很大 看看之前美国大都出口收阻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既然当初选择退群 再加入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美国只好跟日本进行交涉了 美国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要加大牛肉等农处产品的 对日本的出口 这次谈谈其实就是让日本购买更多美国的龙肉产品 所以日本才会回绝的那么坚定 说实话 日本跟美国的谈谈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况且美国之前还针对日本的汽车出口 盯收更多的水 不过跟美国谈谈对日本也很不利 最终获得更多好处的基本上是美国 所以日本接下来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